2016年11月7日,有记者爆出林丹出轨长腿的魔兆雅琪 林丹妻子谢信芳几天前才顺利缠子 全网都在等谢信芳离婚,但是她选择了原谅 然后就在林丹退役后,出轨女主却为何再次发声 苦苦声称让一个女人来背过我认了 这是闹到哪一处呢?其中还有别的利益牵扯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其实林丹出轨被抓并不是在11月7日 早在9月份,就有粉丝偶遇了林丹与一神秘女子出游 神秘女子不仅与林丹并排走,甚至还撒着娇,挽上了林丹的手 林丹送神秘女子上楼,大概两个小时之后便下来乘车离开了 当时啊,大家只是以为是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 毕竟林丹和妻子谢信芳可是国民夫妻 而且谢信芳这时啊,正有孕在家,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了 俗话说呀,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 就这样,这条新闻沉寂了两个月 然而在11月7日,林丹与神秘女子被媒体彻底曝光 10月,林丹前往广东参加比赛,一切都完美的平静 但那天,那位神秘女妻再次出现在这里 深夜与该女子在酒店亲热,林丹不禁搂住女方腰部 还在屁股上狠狠掐了一把 整个画面呢,充满了潮湿的荷尔蒙气息 事情已经曝光啊,林丹的好男人形象破灭 林丹立马在微博上做出回应说,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家人 之后,女方就被曝出是曾经跟演员高虎传过绯闻的演员赵雅琪 当晚过后啊,赵雅琪还曾去现场看过林丹的比赛 还在微博中晒过比赛的证件照 其实在林丹出轨门事件之前 赵雅琪就被曝出与商界大亨李泽凯秘密私会 这也是发生在李泽凯的妻子怀孕生子期间的事情 但其实那时候,他和演员高虎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后面,高虎被抓,才曝出两人已经同居了有五年之久 可能李泽凯也没有想到吧 本来以为自己养了一个小娇妻 但是其实啊,自己也是别人恋情的第三者 这条消息曝出来的时候,谢信芳刚生下孩子十天 这时,全网都在等谢信芳离婚 但是他选择了原谅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谢信芳回应林丹出轨 支持敢于担当知错会敢的男人 没有首次小三,怒甩渣男 反而是安安静静地选择了妥协 这个结果呀,令不少人感到失望 甚至哀气不幸,怒气不争 都不理解为什么谢信芳会如此无原则地原谅了林丹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谢信芳此举的苦心也就呈现了出来 第一点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刚刚出生 如果这时候提出离婚呢 先不说谢信芳的未来过得如何 就拿孩子来讲 如果出生就没有父亲的陪伴 那么他的成长之路必然是充满了遗憾 而且孩子刚刚出生 如果离婚 孩子很有可能就要归于经济实力强的一方了 再者就是谢信芳是中国传统的女性 在中国传统女性的认知里 既然结婚了 那就意味着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是绝不会青年离婚的 而且林丹一直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林丹背后的利益团队 需要的是林丹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 所以在家庭父母孩子之外 谢信芳同样面对着一个庞大的利益团队 谢信芳同样只能选择屈辱的原谅 再者就是两人六年的爱情长跑 曾经那么多甜蜜的瞬间 不可能说断就断 林丹出轨事件呀 也是至此渐渐的熄火了 那件事之后啊 两人也开始频繁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不仅一起参加活动 而且实质紧扣 谢信芳在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在2020年7月4日 林丹宣布了退役 结束国家队的生涯 回观她的职业生涯 她是目前唯一一位完成双圈全满贯的羽毛球运动员 此外 林丹也帮助中国羽毛球队6度拿下汤姆斯杯冠军 5次捧起苏迪曼杯 在其职业生涯中啊 共获得66个国际大赛的南丹冠军 如果算上团体赛 她一共拿下过81个冠军头衔 林丹的退役 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渐行渐远 但是随着她的退役 她曾经的出轨事件再次被翻出 林丹出轨的女主也发文坦言自己的近况 不仅暗讽了林丹妻子谢信芳 更是曝光了林丹出轨的真实情况 赵雅琪直接甩锅给林丹称 一个女人来背锅 我认了 表示自己并没有打算引诱林丹而占便宜 并且指责林丹身为有妇之夫 还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她这个未婚女性 事实也证明了 她并没有因为和林丹在一起 而改善生活和工作 反而是背上了骂名 在娱乐圈的名声啊 更是彻底臭掉了 没有工作没有通告 最后赵雅琪还以自身的精力奉劝女性朋友 擦亮眼睛苍蝇不定乌缝的蛋 这句话呀 也是在吐槽林丹并不无辜 连带着谢信芳也一起被扫射 安逢谢信芳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老公 真难一个人会出轨吗 这其中她一再模糊自己 插足他人婚姻的过错 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 她对曾经犯错的悔意 反而不断强调自己有多无辜多纯情 那架势看着就像当小三了 还等着被夸奖被颁奖似的 可是为什么在事情发生几年后 她会站出来说这些呢 其实当时事情已经曝光 林丹立马公开道歉 妻子谢信芳也大方地选择了原谅 而赵雅琪背负了第三者的骂名 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她跟着这个时间节点出现 无非也是为了蹭热度 而事情的主人公林丹呢 则并未怼回 估计是害怕重新进入这个浑水里吧 大家绝对想象不到的是 马荣和王思聪早在林丹出轨事件之前就有预言 在八月马荣微博发布了一条 少关注男女都会犯错的那点事 多关注奥运健儿 接着林丹在运动会期间就被曝光出轨 这简直就是一条预言啊 难道马荣早就遇见奥运健儿也会出事 林丹会陷入出轨门 不知马荣啊 国民老公王思聪更是转发了马荣的微博 这样的歪打正着可真是稀奇啊 不过仅此一意 林丹必定会痛心疾首认真改错 好好对待她的家庭 做个好丈夫好爸爸 人生的岔路口该怎么走 想怎么走 这是每个人的自由 孰是孰非呀 也只有当事人有资格评判 做选择不难 难的是带着这个选择走下去